近方說在香港也有很多電子支付 包括巴達通、Visa、MASA 這些我們都很普及的 都經常使用 所以老老豆豆我真的很想問 為什麼一定要普及你們中國大陸的支付寶 又或者是微信支付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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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最近2B有一位主持 就真是不得了 就是有一位2B的娛樂新聞主持任林 他在小紅書拍片說香港和中國大陸有什麼分別 在比較下 更加力數香港有五宗罪 當中抱怨說香港的外賣沒有大陸那麼方便 電子支付也沒有大陸那麼普及 淘寶又不包運費 短短幾個小時以外 人家一大群香港人表示不滿 而且更加批評他 如果你這麼喜歡在大陸 覺得他這麼方便 你便回去吧 事隔多一段時間後 這位3B的娛樂新聞主持任林 卻剷了相關的影片 收拾了 主動大家簡單地說一下 究竟這位3B的主持又如何唱衰香港呢 當中又說了香港哪五宗罪呢 最後我想就這件事分享一個個人的看法 今天影片開始前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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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那什麼事呢 先跟大家看看 究竟這位3B的主持 如何將中國大陸和香港做比較呢 首先第一 1位3B的主持 就說到香港的外賣 真的很不方便 即使有送貨 有Full Banner 但在香港叫外賣 都要等一整個小時 而且運費又貴 相比中國大陸就不一樣呢 那裏的運費又便宜 送得又快 所以你說 在香港叫外賣 是不是很不方便呢 第二 當然是抱怨說到 香港的電子支付 都沒有中國大陸那麼普遍 即是我們中國 一早就已經用了支付寶 微信給付錢 即是香港人 現在還要用那些貨幣 好少少就是可以用八達通 而那些支付寶 微信支付 都還沒有普遍 鬼死不方便 到第三 她是抱怨說到香港的士的收費模式 又是 即大部分都是收錢 都不像中國大陸那樣 可以給我們收錢 你說多不方便才行的 第四 她是抱怨說到 在香港用淘寶 就真的很不方便 即運費又貴 而且還有兩次收費 第一次就是在中國大陸運來香港的運費 第二次就是在香港運到他家門口的運費 所以每次買淘寶 又要計算運費 計算一下就覺得很不值得 第五 她說到在香港買杯麵是很神奇的 因為在香港買杯麵 她是不會給你交叉的 叫你自己自備餐具去吃杯麵 直至於有意無意地批評 香港這一種做法就很無契 甚至乎是對買杯麵的人造成不方便 基本上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每一個地方 不論是它的文化、經濟發展、生活模式都不同 我真的很想問你比較什麼 再加上你又說到 香港這個不方便、那個不方便 這個沒有中國那麼好 那你就死回到中國那裡了 吵什麼? 你最討厭你這些人 經常拿著中國人的那一尺 左膽右膽 又說日本沒有中國那麼好 香港沒有中國那麼好 韓國也沒有中國那麼好 那你來到香港這裏 你就要容忍這一個環境了 喂大哥 你薯明幹什麼? 那我將會就著這件事 逐一回應這位TV主持 就讓我告訴你 究竟你是有多麼無知 首先我想回應一下 關於香港外賣不方便的問題 的確 就正如你所說 香港的外賣都可能花一個小時 甚至運費都很貴 但你又知道為什麼嗎? 大哥 中國和香港兩個地方的產業結構都不同 你香港的產業結構是以金融、旅遊、地產為主的 而你中國的產業結構 到現在仍然有一半人從事低技術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本身香港已經不是很多人願意去做外賣 而反觀中國大陸 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是靠做外賣維持新計的 就算殺了一個人 還有千千萬萬的我 所以正正因為一個產業結構的差異 中國有這麼多人做外賣的一個行業 那你叫外賣就快一點和便宜一點 大哥這是一個常識 你就不知道吧 再加上 香港的生活模式和中國大陸有不同 首先講一句 不論你住在九龍、新界或香港 你頭皮下去樓下都看到一大堆食肆或小食店 又不用叫外賣嗎? 所以在香港的叫外賣當然不方便 一來又不補購 二來又少人做 而在這個情況下 我真的很想問你 你比較什麼? 如果你真的很想像中國大陸 叫外賣10分鐘後就拿到 那你就回到大陸叫外賣 然後坐高鐵回香港吧 第二 你講到香港的電子支付 就沒有中國大陸這麼普及 我真的很想問 大哥 為什麼要普及呢? 電子支付一定代表高科技 是很發財的 其實電子支付或現金支付 我覺得都是各有各好的 你現在可能覺得電子支付很方便 帶一部電話出門就什麼都搞得行 但另一方面呢 大哥 買一個電話壞也怎麼辦呢? 或者如果突然發生停電 又怎麼辦呢? 那我電話充不到電 沒有電 那我用什麼來買東西呢? 近方說 在香港也有很多電子支付 包括八達通、Visa、Mask 這些我們都很普及的 都經常使用 所以老老豆豆我真的很想問 為什麼一定要普及 你們中國大陸的支付寶 又或者是微信支付呢? 第三 你又說到在香港用淘寶是非常不方便 是啊 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還是說一句 那你就死去中國用淘寶吧 大哥啊 說明是淘寶 淘寶是什麼? 淘寶是中國大陸的Apps來的 人家本身的市場定位 是給那幫中國人用的 所以你在香港用了別人的大陸Apps去買東西 那當然是不方便的 情況就像 如果我在香港用Amazon買東西的話 那我也不會無故說 哎呀 香港真的沒有美國Amazon買東西那麼方便 又或者是我在香港用樂天買東西 運回來香港的時候 那我也不會說 哎呀 香港真的不方便 日本就不一樣 日本用樂天多方便 對嗎? 跑了沒起床 回去看看腦袋是不是有餅? 第四 那你就說在香港買杯麵不送交叉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但是我真的很想說一句 喂大哥啊 其實香港早在2016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推行走數計劃了 知不知道啊? 你頭期上網找找都知道了 在這幾年裡面 正正因為香港有越來越多這些塑膠垃圾 包括那些膠刀、膠叉、飲館 甚至是膠袋 所以政府才要推動一些環保計劃 目的就是想減少一大堆塑膠垃圾 就好像較早之前 MG都已經說明不再主動提供飲館 又或者各大超市都陸續減少一些無謂的包裝 所以為什麼香港買杯麵不會送交叉呢? 那都是因為響應這個走數計劃 而各下你竟然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是你自己很旺溝呢? 那我先說到最後 在這件事中可能有些人不會這麼說 他只是想分享一下 中國和香港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問題呢? 但我想說的是 其實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位TVB娛樂新聞的主持 拿了新聞的碩士學位 而新聞最講求的是什麼? 是要求真 是要用你的專業角度 客觀告訴人這件事 所以對於這位新聞從業員 居然是可以拍片說完這一句話 當然難怪只知道TVB的新聞搞成這樣 難怪收拾你這麼差呢? 鬼看他嗎? 那最後 今次大家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有興趣的觀眾也不妨在下面給大家分享 那麼多了 各位觀眾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 再見 Bye Bye 雪餅 嘖嘖嘖嘖嘖嘖嘖 忍耀你的手 嘩嘩嘩嘩嘩 甚麼事甚麼事 香蓮姐 別吵 香蓮姐 別吵 香蓮姐 養眼夠扁的 你看 雜眼你大隻